12月11号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北京与重庆市广西自治区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并分别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广西党委书记郭生坤等人举行座谈 外界分析 中共媒体渲染汪洋与薄熙来的合作 一方面是淡化两人之间的争斗 另一方面 汪博二人也各有所图 出席广东与重庆 广西合作签署仪式合作谈的除了汪洋 薄熙来 郭生坤 还有广东代省长朱小丹 重庆市长黄奇帆 广西自治区主席马彪 新华网 人民网 广州日报等媒体都以汪洋与薄熙来作谈 称广东 重庆合作十分愉悦为标题 不过汪洋在作谈会中没有提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和共赋12条 香港东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向新唐人表示 中共媒体有意冲淡汪博二人近年来的明争暗斗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有的时候需要斗争 有的时候需要合作 当然了 也不排斥就是他们用这样一种合作的形式来掩盖 他们台面底下互相踹脚 勾心斗脚 《动向杂志》曾披露汪洋是继李克强之后 团派推举的第二号总书记候选人 也有分析认为 汪洋的目标是与习近平争夺总书记之位 与薄熙来合作也有缩小对立面的意味 薄熙来11号对广东长期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中国事务主编武凡指出 从汪博互动来看 薄熙来进军中南海遭到挫败后 目前处于首饰 薄熙来在中共内部并不受欢迎 所以这个时候现在采取首饰 绕脸的这种公司 希望得到汪洋 对他一些好感和支持 可是汪洋我想也没那么傻瓜吧 我会去吹捧他 起码从李一往来来讲 可能有一些动作 大概不会去讲他好话 他们都不希望薄熙来能往上爬 自从薄熙来主政重庆来 在九位常委中 唯独胡锦涛至今没有踏入重庆 对薄熙来的所作所为也不至于词 而胡锦涛以三次视察广东逆挺汪洋 此外还在其他场合不断表达对汪洋和广东模式的支持 汪洋11号说 近年来广东与重庆合作日益密切 2010年广东在重庆投资项目一千零二个 实际到位金额430.5亿元 目前广东在重庆的工商经营户超过5000家 自从江泽民10月9号强称病体现身之后 江派不断在香港和海外媒体上放风有关十八大的人事安排 最近针对汪洋和习近平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 中共权力斗争日趋激化 另一方面 汪洋在广东经济转型 体制改革等方面加快步伐 他最近高调批评政府不肯放权 广东宣布放宽民间组织登记等等 这次广东与重庆 广西签约 汪洋与薄熙来罕见的谈起了合作 外界分析指出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是经济困境 中共权力斗争只会加剧经济危机 一旦爆发 随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将使中共权贵阶层面临被清算 新唐人记者长春 李元翰 萧宇采访报道